因為習近平一邊講兩岸一家親 飛機是飛來飛去 這是他們一家親的一個象徵哦 那當然不是啊 因為你已經所謂逼近我們的臨街區啊 今天臨街區裡面就是我們的臨海周邊 你銜接我們臨海的劃定的一部分的區域嘛 那等於說是你進入臨街區的話 就等於快要進入我們的臨海了 那當然這一部分就你是空軍 就要緊急上去了 然後你包括再進來一點的話 那就屬於藍街區 藍街區再跨進來的話 那就叫接戰了 那就準備打仗了 那當然因為他太靠近了 在新竹外海 桃園外海 還有淡水外海那一周邊了 那當然我們在那一邊的防空的陣地裡面 有包括天空防空啊 還有我們萬里三隻四隻天空 我們萬里是愛國者嘛 那當然雷達你一念太幣進的時候 所謂的紅點的警示大作 那紅點什麼概念 那紅點大概你在吃飯的話 大概你出現紅點的話 全部人飯碗都要丟了 全部要進入一個緊急備戰的狀態 你說來了二十四架有十二架穿越 有穿越了我們的那個海峽中線 然後分兩部分大概是千十跟千十一 千十一跟千十六大概一個在淡水 一個在新竹這一部分 那表示就是說從來我們聽到他們在跨越海峽中線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那麼的靠近 並沒有那麼的靠近 那大概是 近年來以後第一次這麼靠近 台灣的領空啊 領海的外面了 那當然 這一個是到底是什麼目的 當然某種程度上大家都在談 你在測試我們近距離的反應 反應的速度跟能力嘛 等於說你甚至於說你逼近的時候 我們的防空飛彈的火控系統 是不是要打開來 當然我們只要一打開來 他就可以抓參數 抓我們的飛彈啊 那些防空的參數再抓這一些 所以他大家擔心的是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會不會進一步的變成一個常態 以前是跨越中線是常態 他現在來到你的領海的外面 逼近你領海外面來測試 你的反應時間 如果我們不再積極的反應的話 不再是一個快速的反應的話 那接下來他會不會又往前走 一步一步的探視 所以這件事情對大概臺灣的 空域的防空上面來說 是一個最新的挑釁 那另外當然就是二號央視的軍事上面 他釋出了一段一片新聞 一段的畫面 他是千十六跟千二十 在夜間兩點多的時候 在夜間演習 他的演習是超視劇的演目標是超視劇 當然防空上面進距中距跟超視距 那進距的話就是目視了 那等於是空站裡面我們直接目視了 那中距以上的話就就靠的是設備了 就是說你眼睛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你要靠設備去抓對方的飛機 那就包括你的雷達電子設備 你的衛星系統等等的整個設備裡面去抓 你看不到的時候看飛機 你抓到哪裡 當然他現階段現釋出這個影片 跟你說怎麼作戰 我們就怎麼軍演 那表示說未來他的空戰裡面 是不是會包含了夜襲的這一部分 那注意看我們國防部 在軍事動態裡面以往的公布 他可能在傍晚的時候會公布一波 然後如果晚上還有 就一直一直再加上去 那突然我們軍方現在的公布 你注意看 已經不是這樣的公布方式 他是從早上六點 今天的早上六點到明天晚上六點 他明明天早上六點 他明天公布 為什麼會形成這個狀態 就是他們晚間夜間來干 來騷擾我們進入我們的 防空識別區的次數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他現在變成一段時間的公布 那剛才我們談到的說 二十四架有十二架 跨越海峽中線 甚至於逼近我們的臨街區 那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十二月三十一號早上六點 到一月一號早上六點的公布 最新他們調整是如此公布 所以看得出來 兩岸一家親大概 大家說是緩和了一點 好像似乎習近平的說法是緩和 但是不要放 不要忘記哦 他們的軍報的媒體是說威嚇台獨 那這一方面大概是因為大概周邊 大概全世界都在觀望臺灣 那習近平的這個講話 代表的是對臺灣的態度改變嗎 但是你從他的軍事行動上越避越緊 我覺得兩岸一家親是一個籠絡的說法 包括剛才說的宋刀說的說什麼有志之士談統一 但是你從軍事上面來看 他會不會越來越多的飛機是接近我們的臨街區以後 他從一個量然後他的飛機的可能前十六會不會未來前二十第六代隱形戰機都往我們這邊逼近 會不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壓迫性 OK 台老師你看這包括飛彈 我們的飛彈發警報要響 然後他的飛機去逼近這些 這是在以前也不會發生的 但是你說老共喜歡兩面手法 習近平的講話緩和一點 但他的這些軍事動作反而越逼越緊 那相對他的很多動作 我們一定也有一些的動作 包括媒體上報導像散光超越的美國海報部隊 OK 那包括台美之間閒序一些成果報告 這個也是在告訴老共說 也不要以為我們是說教授是吃素的 我們除了有我們自己的加強戰備外 我們跟友邦之間尤其跟美國之間像這樣軍事合作 確實是越來越緊密 這個向來是如此啦 就是新講老共啦 老共當然這個習近平的元旦講話看起來是和緩 但是軍事巡航從來沒有停過 剛剛一副哥講的很清楚 我想接下來今年一年還是會持續 那臺灣當然剛剛前段大家講說是和平保台還是抗中保台 其實抗中是對抗中國對臺灣的文攻武嚇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維持和平 我想這是一樣的意思啦 當然就是說 很多人說是要用簡單的簡化的一個口號 可是實際上還是要看說 接下來這一年民黨政府要做什麼事怎麼做 第一個怎麼樣跟民眾溝通 讓民眾能夠達達成一定程度 相當程度最大公約數的共識 就是說面臨在二零二三年的經濟上的挑戰 以及全球的這些包括地緣政治 包括經濟上的風險跟危機 還有就是中國現在在後疫情時代的這些變化 以及美中之間的關係的調整 還有在整個區域情勢的緊張 包括對政治軍事訊號上面 對我們產生的威脅 那麼在這樣種種的情況之下 又面臨過臺灣的二零二四年的總統大選的前夕 我們應該怎麼樣面對這樣的挑戰 那麼舉國是不是能夠排開 起碼短暫的排開這些政治的因素 這些選舉的因素 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這個不只包括第一延長的問題 這也不只是包括說 待會可能會談到是不是要發現金 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現在既沒有兩黨也沒有選舉的情況之下 大家應該好好跟全民坐下來溝通 在談這個事情 我認為其實差別是不大的 那現在看到說老共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沒有錯啦 就是說老共這個飛機飛來飛去 但是臺灣也沒有在閒著 就是說之前這個蔡英文總統接受CNN專訪的時候 曾經提到說美方有這個協訓 那不是美軍駐臺 是協助臺灣的訓練 那麼這次蔡總統 在視察這個澎湖牛心灣的時候 就看到了 就是說這一次在歲末的時候 去釋導這個澎湖 這個作戰區的時候呢 那麼看到這個牛心灣的基地 慰問這個官兵的時候 就看出來這個報告裡面 就陸軍部隊的實戰化的設計訓練說明裡面 第三項就說 這是依據臺美協訓的成果報告了 我想這個當然不意外 這次大家也不遮也不躲藏 事實上早就沒有了 因為你看蔡英文總統公開對CNN就這樣講 就是說美國其實在臺灣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是在協助臺灣作為防衛訓練 那這個事情本來就是基於臺美之間的互信 也基於臺灣關係法 更是因為最近這幾年來的兵充戰為兩岸的情勢緊張 所以這些東西除了軍售軍購 跟這個臺灣政策法案告訴你 這些接下來對臺灣的軍事援助 以及相關的這個 不管你說是要豪租戰略 或者什麼重要的軍火庫 重要的武器以背不辭之軀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到說二零二七年 認為說二零二七年 習近平進入第三期的尾聲 二零二七年這個中共 中國的解放軍的這個實力會拉上去 那麼在這個時間之前 我們要準備好 那這個事情在臺美之間是有共識的 美國跟其他國家 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說 我們還有一個機遇之期 從現在開始二零二三年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 不管是軍事上整備上 還是整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我們剛剛強到說兩岸之間的關係 本來就是以和平為目的 但是和平你必須要備戰才能止戰 你必須要把自己準備好 當然溝通做不重要 溝通很重要 可是你是不是能夠只有靠溝通 來維持和平 當然不是嘛 如果烏克蘭如果 如果可以靠溝通和平的話 但烏克蘭 烏克蘭就不會發生了 就說 德倫斯基大家剛剛一直 一直誤會小明 剛才講說 德倫斯基大家不要忘記 德倫斯基當年當選的時候 他是主張要跟俄國溝通的 他是主張要跟俄國好好的溝通的 後來才知道說溝通根本沒有用 然後打你就把你打下去了 所以溝通當然是必要的 可是能不能寄望溝通來帶來和平 當然不行 是要把自己準備好的把自己準備好 當然有一些客觀上 軍事上的台北之間的關係 跟國際間的盟友 但是也有心態上 也有全民的團結共識 只有齊心一致的保家衛國 產生這樣的共識的時候 才有可能備戰來止戰 才有可能保家衛國 才能有可能維持和平 其實這個就是對抗中國的文攻武嚇 來保護和平這樣的一個 抗中保台和平保台 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這個其實這個周刊大概在一個禮拜前 就先打電話問我 他說這個嚴不嚴重 那其實我知道什麼是金偉儀 但是我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要去問那個雄山飛彈的總工程師 他會給你一個答覆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金偉儀 大家覺得是在飛彈彈頭裡面 其實不是喔 其實不是 就跟我們射擊火炮一樣 射擊火炮有個校正規 就是我要來校正這門火炮 精不精準 他這個金偉儀 就是用來校正雄山飛彈出場之前 他的高低跟方向的校正 他不是裝在飛彈上的 他是飛彈旁邊的一個校正儀器 對 那但是即使是校正儀器 這個應該跟泄密關係不大 可是也不能到大陸去啊 也不能到中國去 到我家鄉到山東去幹什麼 山東出水梨 送到那邊去幹什麼 那不對的不行 所以說我覺得 中科院應該要對瑞士這個廠商要開罰 因為他在簽約的時候 應該簽得清清楚楚 所有中科院的周邊的儀器是不得使用錄製的商品 是錄製的零件 我們以前包含在我們的戰車掩體灌漿啊 我們連灌漿裡面所有的這個器材都不可以有 中國的一點都不能有 這就是規定啊 所以我相信中科院比起我們一般的野戰部隊 那個是機敏多了 他跟瑞士廠商一定有這一條 雖然說這一次 這一次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他這不是飛彈主體導航設備機密的一環 只是用來出廠測試 他的這個高低方向的一個儀器而已 就是在飛彈以外的測試器 可是這是一個警訊 我覺得雖然說這次沒有洩密 可是這是一個警訊 你這一次在測量測量規矣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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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尾儀 會送到中國去做其中某一部分的修繕 因為他可能是瑞士公司跟中國某一個公司 他有因為他居民共用嘛 他有部分是用他的他的零件 或是有他的技術 他送去給他維修再送回來 所以瑞士心裡想 這是我不需要為這點小事開個開個生產線嘛 所以這個生產線送回中國送回來 可是這就是漏洞 我覺得這就是漏洞 中科院絕對不能說以一個聲明發出去 這個事關機密以外 沒有機密的問題 這個也沒有洩漏任何熊山飛彈的 任何的機密的這個參數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覺得這這太隨便了 你中科院應該全面來檢查 你相關簽約開口廠商的這些對口 他有沒有跟中國大陸有任何的交易 只要有哪怕是個零件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警訊 週刊揭露以後 所以第一次為什麼我沒有答覆 因為我不夠權威 你要去找那個飛彈 做飛彈 設計飛彈才權威 那現在中科院也發出聲明了 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太蜻蜓點水了 就是輕輕帶過 沒事不是你要徹底徹查 你應該說中科院會針對所有 你有多少個開口廠商 我們逐一徹查 如果有涉及中國製造或是中國維修的 我們一律停止合約 我覺得這是個警訊 尤其是在現在敵情這麼緊繃的時候 我覺得中科院千萬不要輕忽 有那麼一天 敵人就是從這種小細節裡面滲透你的 即使是測量的 是校正的 那也不可以 對因為國城你看 像美國那時候在下達那個晶片站的時候 馬上就是包括他點名的那些公司 連那些公司管你是美籍的 或是你只是有美國綠卡的或什麼 就馬上回來 人兼僻親眼 所有的設備不能夠用到任何一點 只要是他覺得在那個層級以上 那有國安疑慮的 全部都不准用 就是這個樣 然後現在發生 將軍剛講 不是發一個聲明吧 你好歹應該要去徹查 徹查完 你知道現在是這上面一個經緯儀 那你知不知道其他廠商 還有誰送了你 你以為是送到了比利時吧 我隨便舉 結果後來三繞兩不繞 這次從河南回來了 這誰知道啊 在這些東西 哪一天是機密的 今天不是 明天是不是 哪一樣是不是 這怎麼可能犯這種事呢 我認為剛才將軍講的 的確非常正確 中科院 實在是有輕忽了 因為現在他說 這個經緯儀本身 上面並沒有機敏的資訊 在裡頭 所以呢 這個被拿到中國大陸去修也沒事 其實啊 中國拿到這個零件 知道是這個臺灣方面裝在這個飛彈上面 不是彈體 但是是發射設備上的 第一個 他就可以知道你們臺灣到底自製的程度 有哪些 哪些是要外購 哪些是你們自己可以做的 這個他第一個就摸得很清楚了 第二個呢 這個裝備呢 從臺灣呢 居然 沒有什麼管控的程序 就是以為是拿到歐洲去修 結果居然到了中國 這中間 代表了這個簽約的過程 裡面到底有多少中國的零件 這一點其實管制不夠嚴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就可以說不定將來 這個你管制不夠嚴密的話 就算送到歐洲去修 說不定中間被抽換了嗎 中間被他拿出來 這個進行的這種繪圖啊 或者是各種方這個重要情資的刺探 第三個 你拿一個東西去修 他就可以逆推出說 你的裝備的妥善率如何 因為你的裝備拿去修 你的裝備肯定 現在是不能夠正常的 發揮全戰備的功能 所以即使這個裝備 這個零件本身沒有 機敏的資訊在裡面 光從這個程序 他的這個需要送外維修 中方就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情資 而且最低限度 他可以對外宣稱說 台灣這方面的軍情 就是漏洞百出 拿回去做解放軍 內部政宣的材料 增加他們的士氣 增加他們的信心 台灣自己做不出來 都是要靠外國 然後呢 好這樣子的軍備 換句話說呢 將來我們打上去 沒有那麼困難 這一種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 中共的文宣 對於他們基層的這種宣教 經常是非常強調這一點的 所以呢 這個中科院這個零件的問題 不只是說零件的本身 看起來就是無人機大戰 沒錯 所以就媒體上報導說 老共的無人偵查 偵漆 然後無人機 他們在在大肆 在進行這一方面的裝備 然後我們媒體上報導說 我們可能要買彈簧刀 那在俄物戰爭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 陸軍現在二零二十四年要採購百套 所有這些包括平戰轉換 所有這些概念 未來看得出來 當然最好不要發生戰爭 是 但是看起來就是無人機大戰 先講無人機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提到就是說 日本這邊其實也受到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 所謂的無真七 無人機的這樣的一個威脅 為什麼講威脅呢 事實上無真七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是屬於戰略型的 這個所謂的無人偵查機 它的飛行高度基本上 以巡航高度來說 大概是在兩萬公尺以上 那對於一般 其實無人機跟有人機 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是因為有人機 必須要考慮到你這個機體 本身裡面有飛行員 所以你要考慮到人體的這個問題 所以通常戰鬥機來說 它的巡翼的高度 跟它的這個一般的 這個所謂作戰高度 都會有所射線 但無人機就比較沒有 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全球鷹 它就可以飛得非常高 那你即使偵測到它 你也打不到它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時候 其實也被傳出來講說 日本的周超空域 其實出現了一個 共軍的這個無真七的 這個所謂的無人機 那日本馬上派出 F-15J的這個戰鬥機 上去攔截 但因為它的飛行高度 其實比F-15J還要來得高 所以它的飛行員只能在 就是日本的飛行員 只能在這個無真七的下方 拍下這張照片 就是從低空去監控它這樣子 因為你沒辦法 追上它的這個高度 那甚至你說 如果是用飛彈 把它擊落或什麼 但你也沒有辦法證明 它對你有所威脅 所以它已經超出了 你這個空域之外 但是它的偵察能力 其實是強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 對我們來講 這個當然會是一個困難 也就是說日本現在也必須要去思考 它如何去應徵 因為你知道一個無人機的造價 如果我今天要去攻擊它或什麼 我可能飛彈都比它貴 貴多了吧 貴很多很多 所以它如果無人機 它就不斷地飛飛飛 你要用多少東西去打 而且看起來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對於國軍來講 我們在整個艦軍備戰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也希望啟用這個 所謂無人機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說呢 這個美方同意賣我們所謂的100套的這個所謂的彈簧刀 那彈簧刀其實我們過去都介紹過 其實它那個整個彈簧刀 它有分成300跟600型 我印象中就是一個比較輕 大概兩公斤多 那另外一個重多重多的那個二十幾公斤 那大概就是以單兵背負的 就是所謂輕型小型的 那如果是這個所謂大型的 大概是斑排的這樣一個一個編制 那現在講說這個100套 其實它就是一個發射體 然後一個管體 然後再加上一個彈簧刀的記憶體 那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圓柱型的東西 只有打出管體之外的時候 它旁邊那個機翼會展開 對就變成像這個 大家講說彈簧刀這樣射出去 那那個距離大概都在十公里左右 也就是說它其實可以偵查 定位傳回來之後 甚至它是不是可以擔負攻擊的角色 那當然媒體其實也報導 就是說我們其實也有組成 這個所謂的無人機國家隊 那這個講說由這個民間廠商來協助軍方來開發 所謂的微型木獲型跟見真型 微型就很簡單 就我們現在小型 像我們之前提過像洪准那一種 其實它基本上也就是非常小型的 那另外像陸軍 其實之前也有披露過 說我們的這個陸軍單位 事實上也有在做這個所謂的無人機 但是我給各位看 這個是媒體有披露的這個照片 那這個其實這個無人機機型 你會發現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它其實採用這個所謂的旋轉翼的部分 你就直升機型的 那其實因為當時我們陸軍在建置 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先找人去受訓 那你這個角度上 你看不出來這一架機器有多大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是已經到軍方構型的時候 它連外觀其實都配合軍方的設計 那我個人之前在曾經有一次機會的時候 拿到它的原型機 它的機體的大小差不多 其實是這麼大 就這麼大 其實很大 其實很大 就無人就所謂的直升機 這個所謂的旋翼型的這個無人機來說 其實這算大型的 那它可以抗的風阻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這原先 其實臺灣廠商原先在開發的時候 他就拿來做什麼 你知道做那個橋墩的檢測 也就是我們其實很多那個什麼什麼 公路總局什麼橋下面那個檢測 你很難就是有人爬到上去 爬得很難 所以其實臺灣民建廠商很多 早就在開發這種 而且他們其實當時在開發 不是開發像我們現在看到 像彈簧刀那一種 就是你會發現我們去幾乎都是 這個所謂的螺旋槳型的 那其實是有他的考量 那其實要佩附就是在佩附在這個 所謂偵查單位裡面 這就回到了我們今天新聞所講的 就是所謂的肩增型的這一塊 而且他們的高解析度都非常非常高 我曾經操作過這個上面 因為它其實它上面有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一個一個 一個攝影鏡頭 然後上面你會看到 其實它原型機的部分 他們上面這邊裝的是一個 GPS定位器 那它那個我記得印象中 大概飛行高度在200公尺上下 然後直接cash那個畫面 車牌回來放大的時候 那個非常清晰 就是連那個毛邊都沒有 所以他在戰時 他主要要擔任 其實就是戰場徵收 就是徵收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單兵 如果要前進到那邊去 其實我們還是會希望人員 是負責安全一點 所以它那一塊其實 而且飛行距離 我印象中應該有到20公里左右 飛行距離 它的速度呢 速度 因為它其實不是一樣 像這種的話會不會比較容易 因為磁身機型的速度 畢竟不如上一般的 對對對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 這樣一個機型 跟不同的功能 所以它也不是唯一一個 但我必須講就是說 這個大概在兩三年前 陸軍單位就已經開始去思考 就是說他們要籌建 這樣一個單位 所以它已經是一個ING了 甚至有些其實已經成為 是一個完成式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當然對於整體國軍上面 來講 大家會比較擔心 就是陳如剛剛所提到說 我們是不是中科院 又犯了這些什麼事情 那這個其實這一次被爆出來 那個經尾儀 其實是長這樣 那其實這一次送修是兩台 那大家不要覺得 覺得經尾儀好像很複雜 真的沒有 有時候你走在馬路上有沒有 看到那個工程人員 拿那個在看 在路邊有個三角架 然後那個叫經尾儀 那這一次其實這兩台 經尾儀是這樣 就是我們跟這個所謂 萊塔公司買了之後 那有兩架 其實它那個針腳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是要送修 那現在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過去有一大段時間 在政府採購法裡面 我們要求就是第一個 你的這個廠牌 不能中國大陸的 然後甚至後來有要求零件 不能要中國大陸 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很多採購都很跳腳 為什麼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一次 其實中科院 他真的要說法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這些廠商 這個所謂國外大廠的廠商 他們後來對亞洲地區 都叫做大中華地區 通常總部藥就設在新加坡 布馬就設在中國大陸 所以他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說你今天送去那邊 他就究竟就往那邊送 當然對軍方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這次送修 這裡面其實是有些電腦的 那個有一些那個螢幕 一經螢幕 那中科院的說法是說 他們已經把裡面的 那個所謂的記憶晶片 先拆掉才去送修 所以送修 送修去的其實只是機器的主體 而沒有包含到記憶晶片 那我認為這個問題 其實是必須要去思考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現行的 這個規定裡面 我要如何去避免到像這種烏龍狀況 我用烏龍這兩個字 烏龍狀況的事件發生 因為對於中科院來說 他說我不是打出去校正 我是在校正那個 彈體跟飛彈發射箱跟發射架 我需要他完成一個很校正的狀態 就打出去確定我的彈體不會偏移 那我的箱子也不會產生任何的狀況 他們後來說這兩台送去 因為三個月就修完就送回來 送回來完之後 他們重新再進行校正 全是ok的 所以我認為這整體上面的狀況來講 就是說中科院他以後如何再 譬如說包含到合約 或你在確定的這一塊 是不是要多一個 double check的一個門檻 否則像這種東西 我真的必須講 我們自己以前在軍方做採購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什麼機器要送 送國外廠到最後轉了一圈 都往那邊往大陸 因為大中華區就在哪裡 ok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在整個我剛講 是不是你如果以美國為中的概念來看的話 可能肩閉親眼是很多 大家在高你說高資安 有精密性的一些東西 勢必會做某種程度這個考量 而這個考量 對現代來看的話 將軍可不請問一下 美國印太司令部 現在包括日本 然後整體一路 你會發現日本佈置了很多 可能包括飛彈 或什麼在西南豬島這些地方 而這些地方甚或媒體報導 照理來說 一個印太司令部 應該是主權力都在他手上 但是怕的是萬一發生什麼狀況 那個反應不及 所以他們現在做了一個動作 他把一些指揮權直接下放 所以表示說他們也知道未來可能發生衝突 而且發生衝突 那個反應要非常快 那他們在帛琉 擺了像你說超市劇的雷達 所有這些 這些目的應該都是剛講的為中的概念嗎 絕對是為中 因為當你發現一件事 美國一直是 當然他的軍權是全世界最強的 他的實力 他當然對大權一把抓 我要指揮我的部隊 當然是我印太司令部的指揮官 來做總指揮 我怎麼會下售給韓國或是日本的軍官來指揮呢 因為他們擔心一件事 中國一直在推動一種戰術叫反介入 你如果認為說你反介入只是針對台灣 針對中華民國反介入 你就錯了 包含第一島鏈 要做的是第一島鏈的反介入 就截斷你 所以說這一次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 為什麼這次美國在這個地方 做了這麼多的措施 在這個帛琉 也要做這個所謂的長城預警雷達 其實他就是類似我們的鋪路爪雷達 他叫做天坡雷達 可以看超過2500公里以上 那當然為什麼 帛琉不能看那麼遠 因為他沒有那麼高的山 我們是放在樂山上 所以他沒有看 大概也可以2000公里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補足一二島鏈之間的問題 以前認為在第一島鏈以後 原則上是安全的 有日本有台灣 下面有馬來西亞菲律賓一路下來 可是現在發現中國可以繞過 他直接可以繞過第一島 從宮古島裡面繞過第一島鏈 到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中間 所以跑到關島去了 他的那個遼寧艦遼寧號 直接跑到關島去了 所以你說美國緊不緊張 他本來關島這一塊 這到帛琉在第二島鏈 他是做作戰支援 他說作戰支援 他還沒有面臨到敵軍的威脅 可是當中國的這個船艦 你看這個下 這個坐船跟下餃子一樣 整批的到達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之間 他的這個帛琉跟關島立刻二線變一線 他立刻面臨到威脅 那如果你面臨到威脅 日本這邊的美軍你又指揮不到 那怎麼辦 那全部都在待命 所以他下給了這個日本的指揮官說 如果必要的話你可以指揮 就是不要被截斷 他知道中國正在發展一種反介入 不只是反介入台灣也反介入日本 但是中國有沒有問題 他其實他是出了問題的 因為海軍他建造的太快了 中國對於船艦真的跟下水餃一樣 你一不小心這一鍋水餃就滿了 然後下這麼多以後怎麼辦 水餃要會下 你要下熟啊 我們煮過水餃 你知道要加三次的這個水 否則你那個水餃 外面熱透透 裡面冷冰冰吃了會拉肚子 現在目前中國目前就像這個樣子 他的船坐得非常快 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 聽說第四艘又要出來了 你想想看 做航空母艦可以做這麼快 工業上技術上也許沒問題 按照中國的人力工業技術 他日以繼夜就是反正我就敢工 坐了出來 可是你的水兵從哪裡來 水兵來不及 訓練一個陸軍的這個阿兵哥 可能你一兩年都訓練出來了 你要訓練空軍的飛行員 可能要八到十年 你要訓練一個航空母艦的組合訓練 你沒有二三十年 你是訓練不出這些兵來的 而且是從零到有 是從無到有 如果你是師父教徒弟 還好 我航海教航海 測量教測量 測海教測海 航島教航島 我全部都可以繳 你沒有啊 沒有這些人啊 你的這個艦長說不定本來是陸官 是像我們這種在陸上指揮部隊的 這個戰車指揮官 或者是炮兵指揮官 直接上船換了海軍的衣服 變成艦長了 那個連艦長還搞不清楚狀況 你帶了一群水兵 所以說這個狀況在中國解放軍 現在他們軍力擴張得太強 我們常講 以前青少年長得太快 腳跟晚上會痛 那叫成長痛 現在中國解放軍正面臨到這個狀況 人的成長痛可以用生理因素 用意志去解決 這是人命呢 你的這一些陸軍的士兵 陸軍的官換了衣服上了海軍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連陸軍他們自己的 這個內部的高級獎就講說 不能這樣子幹 你發展的這麼快 你讓海軍突然間建軍突飛猛進 不但會拖垮整體的國防預算 甚至你連這個壯觀的軍容 後面所產生的是 你很多戰力的下系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現在是解放軍內部 自己發出這個聲明 但是呢 整體的印太戰略 不會因為這個狀況而放鬆 因為他實際上 就算他是一條船 還不具備百分之百的戰力 可是他已經威脅到了第二島鏈 所以美國當然要聯合 在這個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所有國家授權 加上這個長城的疫情雷達 天破雷達能夠掌握的精準 才是真正能夠維持和平的唯一方法 從疫情到全球震驚變局 兩岸正經歷許多同樣的挑戰 而戰爭從來都不是 解決問題的選項 只有對話 合作 共同 以促進區域的穩定發展為目標 才能夠讓更多人得到安全和幸福 明年的總統跟國會選舉 實際上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我們不只是要備戰 我們要讓民眾知道 票投民進黨 青年商戰場 票投國民黨 兩岸無戰場 小博先生 這一整年你們大概都會是這個口號嗎 他們只會能夠破解我們 真的嗎 看起來就是這樣 因為看起來 馬先生已經幫你們定調了一整年 大概總統大選 主仇就是這個了 其成講的也是這個 也是這個 我覺得當然他們 我講馬英九講了一句話 以及國民黨高層講一句話是很有很有意思的 民進黨也看懂 他們也是很微選舉 叫做戰爭的恐懼 超越抗中國寶臺的仇恨 2020他提出抗中國寶臺 我們五檢 他們得八百多萬票 可是呢 他們也是很靈活啦 我我我最近看那個一句成語 我覺得越看越有意思 什麼叫拓面自甘 那個人是誰 就是來清德嘛 糗嘛 糗哥 很糗好不好 NBA有個糗哥 很糗的糗哥 我覺得是踐踏意識形態 你台獨 你統一 你文獻狀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是才剛兩年前 三年前 剛得到八百多萬票 這些人你就要拋棄啦 你以抗中寶臺為軸線 得了八百多萬票 為了勝利 2024勝利就不要啦 你可以這樣褻瀆意識形態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台大上課 有個叫蕭泉鎮教授 問我們學生說 意識形態的型 是形容詞的型 還是模型的型 那一堆人談模型的型 那我說這個是老不可破 宗教 婚姻 你統獨對不對 後來他問我 我說是形容的型 他說為什麼 我說非常難改變 可是還是會改變 模型的型 所以不是固定的模型 所以嘛 所以他深得 今天他知道 這個各中三位賴清德 他是不是得到了 這個蕭泉鎮的真傳 就是形容的型 形容的型也不能那麼快改變 好不好 這樣很丟人 好 再回來 那你認為這樣改變以後 你就會贏了嗎 你是拿的 拿和平兩個字 跟國民黨拿相對敗嘛 接下來你講的和平 和平保台 也是抗中保台 你和平保台 你就接下來 通通不可以出現任何 如國慶日 講五十次台灣 三次中華民國 如兩岸互不隸屬 就談話 我跟你講 從下到基層的市議員 王世堅 那大到賴清德 我跟你講 忍不住的啦 他的本質不是和平保台嘛 他的本質很簡單 今天一年的兵役 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好啊 那今天 他們說備戰才能怎麼樣 避戰 我同意 可是春年有上年跟夏年 夏年是 對話才能止戰 剛剛又 剛剛不是又新春談話 我們要對話 然後亞太和平 什麼什麼亞太的 東亞不重要 今天兩岸啊 是台海的事嘛 最多加個美國進來嘛 是不是 今天重點是什麼 重點最重要 美國都還是配角 我們是主角 老共也是主角 兩個主角要對話嘛 兩個對話才能 對話才能止戰 才能避戰嘛 國防 國防這個好 需要的國防預算 不管能送最好 不送貴也買 我都講這個話 貴都買 跟統派的說法 不太一樣了吧 不是說哎呀 你買了以後都要貪污啊 都沒有用 好重點是什麼 重點如何對話 剛剛馬英就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和平與戰爭 一定是這次選舉的走線 不會變的 除非他們講出新的論述 我看起來很難啊 他今天你為了贏 就輕率地丟出和平 和平保台 這樣的票 你認為他的票是 因為這樣而拿到 很多重點選票 還是因為他跟國民黨對敗 而讓基本教育派 投得異性藍衫 投籃籍的總統 如同投疫苗 不投陳時中那個概念 有5%投給了這個 這個叫黃珊珊 整個走線是一團 江湖 就聽到風 就是雨 就馬上改變 以為這樣就可以選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想清楚 這兩岸這種大問題 我覺得 因為聽小平剛講的意思是說 抗中保台行不通 就換了一個 換了一個車 他的意思感覺上是要這樣 你們真的因為是這樣嗎 我覺得 這個小平已經把他扭曲了 所以我覺得確實要想清楚 否則 今天改變了一個說法 然後就剛好被國民黨打蛇水棍上 就說哇你看啊 抗中保台不行了 所以一定要和平保台 那才能戰二零二十錯了 其實精神沒有改變 我便說當時候的這個抗中保台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候的二零一九二零二零 那一場的選舉 是因為香港的反送中 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叫韓國瑜 他本身的色彩跟他的主張 其實剛好跟所謂的反送中 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為什麼當時候是抗中保台 這是民間的力量所喊出來的 大家會覺得說國家的這個生存 我們不要是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所以當時是那個氛圍 那現在你說我們把它變成是和平保台 好像就把抗中保台把它拋在哪後 這是完全兩碼子絲啊 因為抗中保台是當時候有那個的 所謂的時代背景 可是現在我們從來就不主戰啊 我們從什麼時候主戰 沒有啊 我們從一直以來 我們就認為我們就是要備戰 所謂備戰才能避戰嘛 我們有充分的準備 我們今天跟美國軍購 美國來軍售給臺灣 我們去編列相關的預算 我們把所有的防備能力做到最好 我們跟所有的民主國家去做串聯 然後大家看到了俄羅斯跟中國的這個野心 所以大家串聯的更緊密 這是我們在這段時間所做的 也是蔡英文總統一直給臺灣人民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外交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所有的民主國家串聯起來了 臺灣不再是孤立的 臺灣是有這麼多國家來協助我們 所以本來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就沒有主張要戰爭啊 是因為國民黨從在二零二二年 因為惡物之戰之後 他們不斷的說哇你看 然後在國防部部長講了一句話 說現在在研究當中 其實這個兵役問題已經研究了兩年 已經研究兩年包括所有的配套 所以我也認為一定要社會對話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版本都要社會對話 不能說今天好像說有七成的人是支持的 那我們就不社會對話了 那有可能我們就會重蹈二零二二的復測 所以我們要把所有的所謂的配套 各個部會行政院要結合起來 包括今天不是只有國防部 還有內政部 還有教育部 還有衛伯部我們要全民國防的概念 我們在護理在教育怎麼樣讓我們的一難 沒有所謂的浪費時間的這樣的一個空窗期 所以包括訓練等等 這個都要社會對話 但是我們不能說今天因為檢討到兵役 然後就被國民黨說 你看你看就是支持民進黨七年就要上戰場 我們怎麼把這一句話在二零二二年我們沒有正面 所以導致了這一句話好像變成是一個順口六 支持民進黨 然後七年上戰場 可是事實上並不是 請問一下這件事情一路往下延燒 最近上他們新的國台辦宋濤上來 上來以後 他們在過年的時候講話 每個人都講得好 習近平也講他也講 他特別講一個說跟臺灣的有勢之勢 協商國家統一 你們聽那個有勢之勢 到底是誰會去跟他協商國家統一 那就是中國不斷的所謂的七十一架次 來臺灣這樣飛來飛去的時候 然後他不斷的在欺壓臺灣的時候 還有很多國民黨的有勢之勢 然後恨不得就這樣子 這個搖尾起臉到中國 所以這就有勢之勢 當臺灣這個面臨中國不斷的 在做一些恐嚇的動作的時候 然後國民黨的有勢之勢就去了 對啊 這不就是這樣嗎 所謂有勢之勢 就是這些認同他統一的 認同他要去做這些 這個威權強壓的這些人嘛 所以不會是我們 所以你說今天什麼叫和平 你宋濤今天講的這句話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九二共識的基礎下 這不是一樣嗎 這不一樣嗎 對啊 廷非你剛剛講這句話 小平你要不要先回一下 有勢之勢指你們嗎 你知道在臺灣聽到像這樣 大家kimochi一定會 有勢之勢就拿了國臺派的資源 那些有些政黨 有些漁會農會嘛 很多政黨 親共很多政黨 絕對不是中共國民黨 今天我們是非常清楚 我們還是走親美 河中有日路線 這個朱立委員接觸的很清楚 好啊 今天廷非他講出來的真心話 真心話就是大冒險 簡單講他說精神沒有改變 就是叫做抗中寶臺跟和平寶臺 我跟你講 鬥雞性格 民進黨是不會改的啦 過兩天就會露出狐狸尾巴 那又 而且鬥雞都怎麼樣 精神沒有改變啊 也鬥我們 先跟你扣帽子 有勢之勢 支持統一的 跟國臺辦新的宋濤主任 唱和的就是國民黨 這樣講我們幹嘛呢 今天你們既然要改的話 那就溫溫柔柔的 像個閒淑的家庭主婦 然後那半夜就不要去夜店去跑去Pub嘛 那喝那個雞 那個福特加 還是要有調性要一致你知道嗎 這樣子很突兀 沒有改啦 我同意是沒有改 我跟你講過兩天喔 又會變回來 其實剛剛好 沒有改的第二個證據 廷非委員講的 他又講了好熟悉的詞句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那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嘛 其實我在講那句話嘛 他們看懂了我們講的話 什麼話 抗中保台的仇恨 遠低於戰爭的恐懼嘛 你以為他們這麼愛投國民黨 不是啊 真的很怕打仗 投國民黨安危一點 比較不會打仗 又說什麼 那今天蔡英文就是 女版的責任司機 剛剛提分委員又講說 我要聯合民主國家 好啊 就是烏克蘭的責任司機 民主老牌國家 北大西洋國衛組織 加運序就打起來了嘛 加沒錯 可是你為了戰爭 你是不該加嘛 因為清美清成什麼樣 我們無以復加我們女版 責任司機小英也是這樣 好啊 你弄弄弄你薛責任司機 他加入北約 我們更加強美國聯絡 日本聯絡南韓聯絡 然後真的幹起來 誰負責 這個比較重要嗎 我覺得小平 他們現在走的路線 就是要孤立臺灣 我們跟民主國家串聯 這不好嗎 說民主國家 作為我們的後盾不好嗎 所以他就是要孤立臺灣 孤立臺灣你就只有 跟中國好棒棒而已嘛 那其實我們所講的臺灣跟香港之間的這些問題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緊密的一個相關性 可是烏克蘭跟臺灣 這是兩件事 這個從過去 我們在講俄烏之戰的時候 我們在講臺灣跟中國的一個戰爭 這是完全不同的 烏克蘭的角色跟臺灣的角色 還有他的地理位置 還有他的一個 在這個經濟層面當中的一個角色不同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辦法 有能力在第一時間 當臺灣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有那麼多國家願意來軍援我們 協助我們 甚至是當中國在這個 培洛西來臺之後 一直把這所謂的海峽中線 在做一個破除的動作 那麼多國家願意用他的航母 願意用他的軍艦這樣子通過 所以這就是一個不同的 你說烏克蘭是等到 看到你烏克蘭 哲倫斯基的那個強勢 然後強勢之後 這些國家才願意支援 臺灣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現在一定會戴帽子 你看改了一個字眼 對 我必須說 我不否認了 我們精神沒改變 對啊 我們今天所講的是 你今天二零二二的 二零二零的一個狀態 跟我們現在二零二四的狀態 是完全不同的 整個國際情勢 還有整個國民黨的態度 還有現在未來民主國家 對於臺灣的肯定 其實完全不同 都不回去就好了 意識形態 向月亮出於實物不一樣 所以二零二零跟二零二十四不一樣 OK OK